小树蛙带着零食和饮料 去找狐狸猫观赏经典电影《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是20世纪初的豪华游轮 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大、最华丽的一艘船 从英国英格兰出航 要横跨大西洋到美国纽约 由于航行时的天气状况很好 海上风平浪静 也导致浮冰不容易因为海浪拍打产生浪花而被观察到 之后,虽然水手们看到浮冰的时候 立刻跟船长报告 希望能让船立即转向 不至于直接撞击到冰山 但最后,铁达尼号还是因为太晚转向 而导致船身侧边被冰山擦撞 使船体受损 海水灌入船舱之中 整艘船失去平衡 最后沉入海水之中 由于事发时,船上情况混乱 再加上水手训练不足 所以这起意外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观赏完电影后 狐狸猫感动地说,明明船长就已经转舵了 为什么船还是撞到冰山了呢? 小树娃解释,这是因为船在海上的操纵性 不如汽车灵活 在航行时,船改变方向都需要一点缓冲时间 所以当水手近距离观察到浮冰时 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突出来的一角 它底下的体积可能比一个乡镇还要大 因此,当你看到浮冰出现在眼前 才要转方向时 往往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狐狸猫认为浮力应该会变小 因为船破洞让海水进入船体内 使得原本排开的液体体积变少 浮力也跟着变小了 接着,狐狸猫又好奇地问 为什么小树娃知道冰山只有一角是浮出来的呢? 像游轮就是大部分都浮在水面上啊 小树娃指着放在桌上的冰水 要狐狸猫观察冰块在液面下的体积 狐狸猫发现 冰块大部分的体积还真的都沉在液面下 小树娃说 因为冰块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0.9公克 如果把冰块丢入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公克的水中 约有90%的体积会沉在水面下哦 咦?密度跟沉下去的体积多寡 会有关系吗? 小树娃请狐狸猫思考一个问题 你觉得当冰块完全融化 杯子内的水会因为冰块融化成水而满出来吗? 狐狸猫觉得应该会满出来吧 那我们就等几分钟后再来观察看看吧 你看 杯子的液面高低没有变化 还是维持在原本的高度呢? 狐狸猫觉得很奇怪 这是为什么啊? 小树娃表示 要证明的话 就先来量测冰块的重量跟体积吧 狐狸猫用电子秤 测得冰块的重量为9公克重 而冰块由于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需跟一个重物绑在一起丢入水中 一只重物的体积为20立方公分 丢入装有100立方公分水的两桶后 测得冰块的体积为10立方公分 因此 当此冰块浮在水面上时 所受到的浮力等于冰块的重量 也就是9公克重 而浮力等于冰块排开液体的重量 所以会排开9公克重的水 对照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公克 排开的水体积 即为9立方公分 由于9公克重的冰块融化后 会变成9公克重的水 而9公克重水的体积 刚好是9立方公分 和冰块未融化前的排水量体积相同 所以水位就不会上升 杯子里的水也就不会满出来了 狐狸猫了解了 原来是这样啊 科学真厉害 透过逻辑推演 就能跟自然现象做结合 狐狸猫认为冰块的重量为9公克重 浮在盐水页面 所受到的浮力为9公克重 需要排开9公克重的盐水重量 已知盐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2公克 可以推论出冰块只排开7.5立方公分的盐水体积 也就是说 冰块沉在盐水的体积 小于沉在水时的体积9立方公分 代表同一种物体 在不同密度的液体之中 所排开的体积不太相同 小树蛙也赞同他的说法 盐水的环境跟海水比较类似 所以冰山在海里 大概会有7成的体积 是沉在水底下的 这也是为什么看到浮冰后 船才开始转向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冰山 是船底受损的原因 狐狸猫发现在刚才的例子中 9公克重的冰块浮在盐水面上 排开的液体不需要那么多体积 所以融化后会导致水面上升 反而会让杯子里的水满出来 对应到海水里的冰山 如果融化 也是会有相同的效果吧 没有错 最近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 地球平均温度上升 使北极的冰山融化越来越明显 而这些冰山融化 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这样也会让陆地上很多地方 都不能居住了 你能想象自己现在住的地方 在50年后会变成海洋吗 狐狸猫觉得太恐怖了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防止全球暖化日益严重呢 小树蛙回应 可以先从减少碳排放开始哦 像是把没有使用的电气插头拔掉 冷气温度调整在28度C 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 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碳排放的方式 狐狸猫明白了 没想到这些小事情 都是能帮助地球暖化减速的方式呢 要赶快跟其他人说才行 于是狐狸猫一溜烟地 开始打电话给其他好友 接下来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学习到的内容吧 当一个物体从浮体变成成体时 代表所受浮力减少 而冰山若完全融入海水中 会造成海平面上升 地球生态平衡遭到改变 最后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 如果今天把10立方公分的冰块 丢到密度只有每立方公分 0.8公克的酒精中 那么页面会上升还是下降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